新聞開始來關心 台南金船假車禍真擄人案 有一名男子開車時 遭到一幫歹徒設局製造假車禍 攔下來之後把人給擄走 在途中還不斷地製造斷點 甚至把發言車輛給燒毀 最後是坐桶子偷渡到澎湖 將人軟禁 警方貨爆立刻展開圍捕 成功救出被害人 連同主嫌 總共7名嫌犯通通落網 也不排除雙方是因為金錢糾紛 白色救旅車開進巷子 突然間一副機車迎面撞上 疑似刻意製造假車禍 騎士緩慢倒地 駕駛連貌下車查看 沒想到就在這時 後方冒出另一名男子 聯手騎士江人乳上車 啊 有沒有啦 不去喔 雙方扭打在地 被害駕駛奮力掙扎 拚命大喊 最終被塞進後車廂 聲響知大業嚇壞附近住戶 他摩著很早就在我這邊排 我現在踢到那台車 我出來一定阿你會殺電啊 設局假車禍真擄人 一切似乎都是預謀犯案 10號晚間58歲陳姓被害人 在台南永康被壓著 一路向北 歹徒中途還頻頻製造斷點 現時在新化區燒毀作案車輛 接著在屏東藏匿被害人的車 在前往雲林坐桶子偷渡 澎湖將被害人軟禁 警方獲報13號晚間也跨海攻堅逮人 在澎湖當地逮到4名嫌犯 順利將被害人救出 另一頭在台灣則是逮到另外3名嫌犯 而一幫人囂張擄人疑似就是30幾歲 徐姓祖賢和58歲陳姓被害人有金錢糾紛 而據了解陳姓被害人平時有在進行投資 徐姓祖賢和其他6名同夥則是有妨害自由 詐欺傷害毒品等前科 種種因素也讓人很懷疑 這其擄人案不單純 被害人好像目前已經送醫犯嫌 持續擴大追查 連同祖賢總共7名嫌犯落網 是不是還有其他共犯 背後動機是什麼 警方勢必也得好好釐清 記得黃鳳其談不到